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她的武功当真没了 还是她在故意隐藏实力呢 纵使她跟狄飞生鼻鼓受伤了 像她这样的高手 不可能一蹶不振的 她到底在干什么呢 方施主 你想过没有 有时候最简单的答案 往往才是最正确的答案 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王辈不明白 还望大师指点 严禁于此 剩下的老衲有言在先 都帮不了你 真相 只能你自己去寻 不过 老衲倒也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这般纠结 究竟是因为她是李向霓那里 还是李莲花呀 心中有风雨波涛 你就会失去一滴水的智慧 于是 反倒不如回头想一想 那一滴水中的乾坤 这么多年了 她独往独来 老衲可只在她身边 见过你这一个朋友 我跟她认识这么久了 我跟她认识这么久了 您知道 李飞生知道 唯独我不知道 我算什么朋友 哦 天气回来了 只怕风暴就要来了 对呀 但 好 对呀 也没有